2020年韩国电影重大事件 曾经的两位老搭档再度合作 黄正民、李正仔两大影帝最新立作 从邪恶中拯救我 已经上映霸占票房冠军21天 是超越釜山行续集活着的佳作 场面火爆全权到肉 故事要从一家神秘组织说起 有这么一支特工小队 全员都是万里挑逸的精英 他们专门负责处理见不得人的脏食 为首的队长是小队负责人 成员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哥 组织中有名叫做任南的人 此人做事手法干练是队里的王牌 就在他们执行多项隐秘人物之后 上层权力交替 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用处 于是暗中派人铲除掉他们 没成想杀手被反杀 任南侥幸逃脱 组织成员也相继四散而逃 逃亡的这段时间 任南结识到经纪人岛田 他是地下杀手集团介绍人 有人花钱故兄 他负责安排杀手处理 任南为了生存 不得已加入他们 是金字在哪都会发光 英秀的任南再次成为王牌杀手 不过他只会暗杀恶人 不会因为丝绸而执行任务 这天经纪人告诉他 这将是他最后一个任务 目标是当地出名的黑老大 残暴至极 经常容虐无辜的女孩子 当地人对他们很是痛恨 是一个食恶不舍的坏人 简单准备后 任南潜入到黑老大的住所 先是解决掉几名手下 再用铁丝将目标给勒死 做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任务完成之后 和经纪人在酒馆会合 经纪人交给他一大包钱 并建议再做完最后一旦再退休 不过任南早已厌倦地杀戮 他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度过余生 首选地方就是度假城地巴拿马 靠近海边可以尽情地冲浪 最主要在那里仓多少钱都没有人查 是富豪们最爱的场所 只要是人就可以随去的地方 本以为就此可以逍遥度日 可惜还是不能如他所愿 经纪人打电话告诉他 有一个自称大哥的人找他 大哥说英珠很想见他一面 任南让大哥转告 再打电话就说他已经死了 没过几天 他再次接到大哥的电话 说英珠已经死亡 让他去领遗体 听到这个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 但是回忆重返几年之前 当时作为特工 他意外及时到英珠 两个人一见钟情 迅速坠入爱河 不过英珠并不知道他特工的身份 指导组织要被清除掉 任南在电梯杀掉多名杀手 他才得知任南的真实身份 此时他已经怀有身孕 任南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足之大哥给了英珠两条路 要么留在任南的身边 承担随时都有可能被杀的风险 要么逃亡到其他国家 保住孩子 最终英珠选择了后者 在大哥的帮助下 逃亡到曼谷 和女儿相依为命 临别前大哥给了他很多钱 足够在曼谷另谋生活 在这么个鱼龙混杂 邪恶势力泛滥的地方 有钱的外地人很是危险 时不时会有父家人的孩子 遭到绑架的案件发生 英珠一个女人家 在当地没有势力 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不出所料 家里的保姆拐走了女儿 情急之下 他报警处理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失踪孩子的告示贴满了墙壁 想要找到基本不可能 无奈之下 打电话求助任南 可惜遭到了无视 紧接着英珠接到绑匪的电话 说瞒着警方交出禁 女儿就可以安全回来 他还是过于单纯 女儿并没有救到 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身体机关遭到残忍切除 曼谷警方发现遗体之后 转交给韩国警方 英珠唯一留下的亲属线索便是任男 事到如今 大哥才告知他真相 失踪的女孩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听到这个消息 犹如五雷轰顶 如果能够早知道 女儿就不会失踪 英珠也不会辞 他决定前往曼谷寻找女儿 正打算离开时 他接到经纪人的电话 最后一旦的目标 有个弟弟叫做雷 江湖人称呼他为屠夫 最喜欢把人吊起来跑步 是个辛亨杜拉的暴力分子 大哥被害 他一定会复仇 经纪人提醒任男 小心一点 话刚刚说完 经纪人便被抓了起来 言行逼供之下 他说出任男大哥消息 可还是没能逃出被害的命运 任男大哥紧接着也遇害 雷犹如他所明一样 是个彻底的屠夫 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容虐 他也知道 任男前往曼谷寻找女儿的消息 命令手下在曼谷找两个导游 亲自前往寻仇 作为一个外地人 还携带大量现金 是犯罪分子最喜欢的猎物 谎称找到雷要找的人 又骗他困在屋子当中 想通过暴力威胁他交钱 可惜他们惹错了人 一群混混学到的是怎么打架 像雷这样的都是杀人计 招招致命 不会给对手留下任何反抗的机会 区区几名混混 一眨眼的功夫全部处理掉 另一边任男找到绑架的保姆一家 将夫妻两个绑在凳子上 严行拷打他的丈夫 逼迫他交代一些信息 他的女儿并没有死 而是被当地的朝标党抓走了 这是一个大权黑恶势力团体 手下众多遍布曼谷的角落 黑白两道都有他们的眼线 是一个不好招惹的主 他们主要靠贩卖药物来盈利 有时候高点副业绑架小孩子 尤其是某些国家的很是抢手 顾客的孩子得了病 需要更换器官 就会找到朝标党通过他们购买 那些被选中的孩子将会成为商品 遭到无辜的惨害 任男一个韩国人不懂泰语 没有熟人介绍 很难接近朝标党 于是帮他找到一个泰国 混了五年的韩国人小鱼 他为了做手术成为女人 在泰国努力打拼赚钱 泰语还算说得过去 任男答应他完事之后帮他支付所有手术费用 第二天他们便联系到朝标党 等待几个小时之后终于碰面 对方没有丝毫戒备之心 关押孩子的地方居然就在闹市之中 看官人员告诉他们 选中哪个孩子就可以直接带走做手术 但是他们要找的韩国女孩已经被预定 正在前往做手术的路上 看着眼前无辜的孩子 任男于心不忍 打破了劳门要放走他们 和迎面而来的看守打了起来 拷问出做手术的地点 就在此时 雷也找上门来 双方见面分外眼红 都是帮着杀死对方的心态决斗 打斗火爆不给对方留下任何破绽 不过心中有了挂念 出手都会变慢 任男被打得处于弱势 只能暂时选择了逃跑 他们的打斗引起警方的注意 派人解救了无辜的孩子 也将小鱼暂时扣留 任男之身前往女儿藏身的地点 很幸运女儿还活着 对方正要带着女儿做手术 不巧的是追杀的雷也赶到 携带大量重武器一顿狂喷 警方也得到消息 带着大批武装堵截 任男心中只有女儿 无心恋战 让雷独自对抗警方的火力 随着一声巨响 雷逃之夭夭 任男及时出现 救下了女儿 此理逃生回到了宾馆 他已经找人安排好 第二天三点离开曼谷 潮标党工厂被炸 手下被杀 作为老大 他很是愤怒 他倒不是在意钱的损失 而是在意有人在他地盘搞事 这在开会之际 雷绑着炸弹闯了进来 对于杀了他们的人 没有干到丝毫抱歉 当被问 为什么一定要追杀任男时 他居然已经忘记了原因 反正就是要杀他 正如他屠夫的外号一样 不讲道理 杀人如麻 纯粹的伤口 任男知道 自己很有可能躲不过追杀 打电话求助于小鱼 让他第二天三点 在宾馆见面 忙忙照顾女儿的后半生 在他出门拿逃跑资料时 雷带着潮标党的人 埋伏在酒店 最终还是抵过人多势众 他被翘晕装进了麻袋 本可以就此处理掉仇人 一想不到结果再次出现 雷开枪射上潮标党的人 只留下两个 命令他们把任男带到约定地点 他的仇人只能由他来解决 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雷带着他的女儿先行离开 手下正要离开时 遇到赶来的小鱼 开车撞击了对方 救下了任男 苏情他立马开枪拦截了雷 双方在狭窄的车里打斗 子弹擦肩而过 尽管如此 任男还是处于下风 随着将手泪扔到车外 巨大的冲击力掀翻了车子 任男紧紧地抱住女儿 立马交给赶来的小鱼 女儿得到安全 他再也没有牵挂 眼睛深深地望向女儿的离开 最终他拉响了手中的炸弹 和雷一起同归于尽 结束这段惨烈的追杀之旅 任男此前留下一大笔钱 在巴拿马安排好一切 恳求小鱼照顾好女儿 电影的结尾 小鱼开始了全新生活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从邪恶中拯救我》 是一部纯商业化的动作片 故事简单粗暴没有特别地方 主要靠黄正明和李正仔的演技之称 全剧李正仔台词吵得可怜 却能够通过眼神让人不喊而立 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想重要性 电影节奏很是紧张 打斗戏份也比较多 很适合当做爆米花电影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